明朝后期的财政究竟有多糟糕 钱肯定是有去向的 只是从百姓和国库里面流向了其他的地方而已 这种变化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 咱们就以明代的国库为例 明代初期收缴上来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纯纯的粮食 另一种就是金银丝绸以及各种硬通货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 在京城以及通州建立了大量的粮仓 这些粮仓统称为太仓 是专门放粮食用的 而金银不比这些硬通货则全部放入到了内库 仓与库同时构成了明朝早期的税收体系 但是在明英宗时代开始 内库就逐渐不再为国家提供税收 反而只是为皇帝去服务 变成了类似清朝内务府的机构 但是你不能把钱全拿去给自己花 所以到了正统年间以后 户部又专门开设了个太仓库 用来把南方收上来的金银换成钱 存起来给国家用 所以太仓就逐渐成了户部重要的财政收入 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明朝的账就越来越乱了 但最起码国家的公共支出还是很稳定的 可是到了万利年间情况又变了 根据万利会计录的记载 当时太仓库的收入当中 税粮收入的款项总计银额是57.3万两 按照每单粮食不到一两算 太仓库税粮银收入相当于76万弹左右的粮食 这个数字仅仅相当于当年2663.8万弹 全国粮食总税收收入的2.9% 这就奇怪了 大明这么大的国家 其他的钱都去哪了呢 如果你翻开明晦点就会发现 到了万利时期 公部也有了自己的洁慎库 兵部泰布寺也有了自己的长银库 礼部光禄寺也有自己的银库 而公部的四四六银 税额就有50万两 这就意味着当时明朝每个部门 都几乎有自己的小金库 这些小金库里的钱 全都是从全国总税收里面分来的 而真正能够进入到泰仓 为国家去用的钱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以至于到了重建年间 户部尚书毕自言就和朱友简说 内府外府均为一体 着上用之需 以部族用者仍解内裤 以族用者改解泰仓 意思就是甭管你皇帝的内裤 还是各部门的户房 大家赶紧一起上吧 不然你国家彻底没钱了 结果这个提议 马上就被朱友简给否了 那为什么明朝要搞这么多的仓库呢 说好听一点 这就叫做专款专用 皇帝要打仗 那就让兵部去自己花钱 家境要修宫殿 那就让公部去花钱 这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问题 但是专款专用说起来是好听 这些钱进了各个部门的户房之后 真的能够留起来用到正地方吗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上书是人 侍郎也是人 一个主事他更是人 既然有一笔钱放在这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甭管是打仗还是修宫殿 这钱一动立马遍地都是油水 哪怕没有工程 我给你放一把火 那工程自然也就来了 但是大家想想 明朝再大 农业社会之下 蛋糕也就只有这么多 民众能够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 当王朝初期 哪怕社会资源有限 但是从上到下 只要干活就能够拿到钱 越干越有劲 而到了王朝的终结 社会资源逐渐被瓜分完毕 统治层就开始内卷 这就是明朝后来库房这么多的原因 王朝得以发展 是因为所有人都有发展的机会 可是发展到最后 只剩下高层还在发展 那自然也就到头了